我在沉思思索自己在分享福音的责任时 我想起了自己所爱的一些人 他们亲切仁慈的影响力 帮助我找到神所指定的道路 帮助了我在灵性上成长 在我人生极重的一些时刻 天父祝福落 让我有这些非常关心的人 他们奉行救主的忠告 我给你们做了榜样 叫你们照着我 向你们所做的去做 在我小的时候 父亲不是教会成员 母亲也不活跃 我们住在华盛顿特区 外祖父母则住在2500英里外的 华盛顿州 我八岁生日过后的几个月 外祖母行越整个美国来拜访我们 外祖母很担心 因为我和哥哥都还没有受洗 我不知道他是怎样向我父母提到这项忧虑的 但我知道的是 有一天早上 他把我和哥哥带到公园 跟我们分享 他对受洗和定期参加教会聚会的感觉 他认为这两件事情很重要 我不记得他那时所说的详细内容 但是他的话在我的心中 激起了特别的感觉 不久 我和我哥哥就受洗了 外祖母不断地支持我们 我记得每次我和哥哥被指派 在教会演讲时 都会打电话给他 听取他的建议 过了几天后 还会收到他寄来的手写演讲稿 过了一段时间后 他的建议变成列出大纲 需要我们自己多做一些准备 外祖母用适当的勇气和尊重 让我们的父亲明白 在我们去教会参加聚会的重要性 他用各种适当的方式 来帮助我们感受到 我们在生活中需要福音 最重要的是 我们知道外祖母爱我们 也知道她热爱福音 她是个非常好的榜样 我很感谢她 在我小时候与我分享见证 她的影响改变了我人生的方向 是我永远受益 后来我在大学快毕业的时候 爱上了一位名叫金尼华金斯的 美丽年轻女子 我觉得她也开始对我有些深刻的感情 有一天晚上 我们谈论着未来 她小心翼翼地在讨论当中加上了一句话 而那句话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 她说 我要在圣殿中 嫁给一个中性的返乡传教士 在那之前我并没有特别考虑过传教这件事 那天晚上我对传教的想法有了极大的改变 我回家之后无法想别的事情 而且彻夜难免 隔天也根本无法专心读书 在做了多次的祷告后 我决定去找主教面谈 开始申请去传教 金尼不曾邀请我为了她去传教 她非常爱我 因此跟我分享她的信念 给我机会开拓自己人生的方向 我们两个人都去传教 并于返乡后在圣殿中印证 金尼的勇气和对信仰的忠诚 使我们在一起的生活大为改变 我确信 要不是她坚强的信心 把侍奉主放在第一位 我们不会如此幸福 她是个非常美好正义的榜样 外祖母和金尼都非常爱我 因此跟我分享她们的坚定信念 让我知道福音的教义和侍奉天父 会造福我的生活 她们没有强迫我 也没有让我觉得自己不好 她们只是单纯地爱我 和天上的父 她们知道天父比我更知道 如何使我的人生更美好 她们都勇敢地用亲切慈爱的方式 来帮助我找到那条最幸福的路 我们每个人要如何成为具有这般重要的影响力呢 我们必须确定自己是真诚地爱那些人 希望为他们提供正义的帮助 这样他们才能开始对神的爱有自信 对世界上许多人来说 接受福音的第一个挑战 是培养对天父的信心 天父对他们爱是完全的 当他们有朋友或家人 用类似的方式来爱他们时 就比较容易培养那种信心 用你的爱表达出对他们的信任 能帮助他们对神的爱有自信 然后透过你慈爱考虑周到的沟通 他们的生活就会因你分享自己所学到的教训 你所获得的经验 以及在你遇到难题时 遵循哪些原则来找到解决之道而受益 要诚挚地表现出你关心他们的福祉 然后再分享你对耶稣 基督福音的知识 你可以用原则和教义做基础 以不同的方式来帮助他们 鼓励你所爱的人去了解主希望他们做的事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向他们问问题 来让他们思考 然后给他们充分的时间 无论是几个小时 几天 几个月 或更久的时间 去沉思和找到自己的答案 你可能需要协助他们了解 如何祈祷 和如何辨认 祈祷的答复 让他们知道经文是获得和辨认这些答复的一项重要的资源 如此一来 你就会帮助他们为未来的机会和挑战做准备 神的目的是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 这是我们一切作为的基础 有时候我们过分热衷于令人着迷的事情中 或是因诸多世俗责任而筋疲力竭 以致忽略了神的目的 当你持之以恒地将生活专注于最基本的福音原则时 你会知道该去做哪些事 也会为主 结出更多的果实 并为自己带来更多的快乐 你将生活着重于救恩计划中最基本的原则时 就能更专注地分享你所知道的事 因为你了解福音教义的永恒重要性 你会用一种能鼓励你的朋友在灵性上得到巩固的方式 来分享你所知道的事情 你会帮助你所爱的人下定决心 去遵守神的一切诫命 并承受耶稣基督的名 要记住 个人的归信只是这事工的一部分 要不断努力去巩固家庭 记住家庭在圣殿中印证的重要性 并用这样的观点来教导 有些家庭可能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就像我父母的例子一样 在我受洗许多年后 我父亲接受洗礼 之后我们全家在圣殿里印证 我父亲在印店里担任印证人员 我母亲在那里和他一起服务 只要你持抱着接受圣殿印证教育的远景 你就能协助在世上建立神的国度 要记住 爱他们是最有利的根基 能够影响你想要帮助的人 要不是先知道外祖母和妻子尽于对我的爱 知道他们希望我在生活中拥有最好的祝福 那么他们的影响可能就微不足道了 除了爱他们之后 要信任他们 在某些情况下 可能很难做到这一点 但是要找方法去信任他们 天父的儿女若感觉到被信任 就会有令人惊奇的表现 在这城市里的每一个神的孩子 都曾选择了救主的计划 要信任 如果给他们机会 他们会再次做同样的选择 要分享能帮助你所爱的人 在通往永生的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原则 请记住 我们都是以令上加令的方式在成长 你在了解福音的过程中 也是遵循着相同的模式 请用简单的方式来分享福音 你个人对耶稣基督赎罪的见证 是一项有利的工具 其他资源还包括祈祷 摩尔门经和其他经文 以及你对圣旨教育的承诺 这一切都有助于获得灵的指引 而仰赖灵的指引 那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 若要有效便能做到基督所做的事 就要专注于以下这项基本的福音原则上 那就是耶稣基督的赎罪 使我们得以变得更像天父 使我们能以家庭单位 永恒地住在一起 对我们的事工人员没有任何教义 比耶稣基督的赎罪更基本的了 一有适当的机会 就要为救主及他赎罪牺牲的力量 作见证 你要应用经文 经文教导关于他的事 并说明为何他是每个人生命中的完美榜样 你们需要更勤奋地研读 不要因为专注于琐碎的事物 而错过学习教义和主的教导的机会 在你个人有了稳固的教义基础后 你就能在分享重要真理方面 成为一项有利的来源 能帮助极需要那些真理的人 我们发挥真意的影响力 并为人服务时 就是以最好的方式在服侍我们的天父 从古至今 这世上最伟大的榜样 就是我们的救主 耶稣基督 他诚实的使命 就是教导 服务 及爱人 他与那些被认为不配和他在一起的人 一同作息 他爱他们每个人 他觉察出他们的需要 并教导他们 明白他的福音 他邀请我们 跟从他完美的榜样 我知道他的福音 是今生获得平安和幸福的道路 愿我们都记得去做 他曾经做过的事 愿我们与那些尚未接受福音 荣耀之光的人 分享我们的爱 信任及真理的知识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家里的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家里的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